即时新闻综合报道曾引发热潮的TEDX遭讲师质疑 一张演讲门票要4800元 但讲者却没有讲试费 仿佛是做功德人 甚至还有部分网友拥护TED的做法 有作家为此撰文质疑 台湾怎么穷到连知识都另于合理付费 网络近日掀起一波关于TEDX的激烈论战 因为部分受邀参加过台湾不同TEDX年会的讲者质疑 担任讲者却没有讲试费 现任TEDX 网友策展人无以选为此从TEDX的起源 撰文说明不支付讲试费的原意 TED不是因为你是谁而邀请 而是因为你做了什么 你想分享什么而发出邀请 而这样的基本精神 为了避免因为讲者费 而受到限制 后续才有不得己付讲者费 语音接受商业赞助 而让特定讲者上台分享等等规定 同时他在文中也分享 在不支付讲师费的前提下 他们从哪些地方给予讲者其他补贴 对于这番说法 网络上看法两极 在US123球职网担任资深副总经理的作家洪雪珍金则表示 他对于TEDX门票收4800元却不付讲师费也有话要说 据其指出对于做媒体与行销出身的他办活动是专长之一 但他却发现台湾的演讲费之低让人差异不已 像他虽然不到名人明星或超级讲师的等级 但不管是学校或公家机关甚至于大企业都是一个小时给1600元 他也举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为例 指他到大学演讲也是这种委屈假 甚至有大学教授告诉他张忠谋在拿到演讲费 还以为金额少了一个零 不过洪雪珍认为以他的世界级地位 我认为至少少了两个零 洪雪珍也提到 他有一名朋友从小被誉为音乐神童 并推荐至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就读 曾在全世界音乐大赛拿到第二名回台后 在古典音乐电台担任主持人 但被邀请演讲的报酬却只是一顿饭 他质疑这些企业家或企业家太太们 有一个奇怪的想法 就是跟艺术家谈钱 不好意思 且看似对方请吃饭 其实朋友也花了两三小时陪他们吃饭和聊音乐 你说是谁赚了这顿饭 洪雪珍在文末里也指出 他认为目前的最基本终点费是定毛效应的结果 讲实费被定毛在一小时一 6K 由大学或政府的官方定价延伸到民间企业 连营运绩效良好的大企业都延用 上行而下效 风行而草眼 难道这就是政府要追求的知识经济吗 在沙拉的中心房里也让你知道吗 已是人参加的 尤识的高潮